94年他就修訂了 中匯域再度開記者會 親自為北緒新交通政策來辯護 有趣的重置有變 通常聽到又有交通新證 近乎倒出一口氣 只差沒說出口是嫌我迷掉 不夠低嗎 不過反對聲浪三橫三縱 送掉路單車道繼續改 整併公車輪網以及收費 改成里程計費或設置U卡 新證位坐先惹意 不管是公車票 掌議員 或是進內服要高程載款 是收擁擠費 或是單雙熱車牌管制 通通被打槍 方向是對的 但是施行的順序要注意 還有要準備好再推出 柯文哲說的無奈 評估下不敢再公然標罵 但議會開議期間 六個委員會將同部門質詢最勇意 議員完全不給中局長好臉色 那也曾經有很多議員提出來說 這個局長不適任 柯市長知道他之前 因為斥責官員太多一直被罵 所以他現在根本不敢去斥責 但是不敢斥責的情況之下 他就變成現在又是縱樓 所以就感覺像是一個 天龍國的局長跟市長 在做很多的施政 然後浪費了明紙明膏 做成一個實驗室 但是最後 常常要花更多的錢 去做後續的彌補 不過藍綠批評 柯文哲給中局自由發揮 中路一帶著頭盔往前衝 不斷拋出新政構想 彷彿整個台北市 都是柯市府的實驗室 這張航行全文台北報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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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